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新闻感批 我是钟浦文 监警会公布去年占领行动开始 警察投诉科共接获2427宗相关投诉及指控 有关投诉数字是监警会成立以来最高 他们说已加派人手跟进 当中有超过一半是涉嫌、嘔打及濫用职权 而最终159宗转交监警会的个案 有接近一半都是围绕着七警、暗角、嘔打真见超 NOW新闻台工程人员被捕 及旺角佔领区又怀疑黑社会等等 监警会等警方提交报告预计需要半年 个案会交由严重个案投诉委员会处理 最快今年6月开始审核 监警会主席郭林广说 不认同警民关系会因为佔领行动而破裂 社会上仍然有不少人是同情警方的工作 对!有人支持警方执法暴力清场 但亦有很多人觉得警方执法不谷 没有准则地使用暴力 好像排排下一队都会无故被警员打棍 每朝在社交平台都充斥着慢战 你这样都说警民关系没有破裂?不是吧? 他有解释的 如果警民关系差的话 不会是一个市民打一个警察 可能是有很多市民打很多不同的警察 其实可否演译为 是很多市民都有受过教育 不会亂用暴力解决问题呢? 他认为佔领行动期间 发生的警民冲突只是属个别事件 又说市民遇到困难 依然会第一时间找警方协助 其实佔领行动是轟动国际的大事 短短几个月已经有几千宗投诉 加起来也不算是个别事件 个别事件这四个大字 不断被政府濫用 真是听到厌 听了主席你解话 分分钟再加深警民矛盾 今集说到这里 拜拜